不管是誰 我都覺得他不應該在藝囊街裡面 但是我還是他爸爸 我還是他爸爸 沒想到也是 結果阿派也退出10天火速復出 還宣布9月2號要開演唱會 因為我們在這個行業裡面 它屬於公眾事業 是 大家都在看公開的 你犯的錯 是比囂張拔幅更嚴重的 就叫做愚蠢 那只是網路講幹話 給那個叫統神上來 等一下叫他上來 好 我等一下訊息他 每天在online game上面都在講幹話 因為我們自己是藝人 我們自己要以身作折 不可以有這種錯誤 然後罰了50萬 各位 他說 所以才罰這麼重 50萬耶 但我覺得你還蠻屌的是 兒子沒有跟我開口 要這50萬 酸民講 講那五四三的 說什麼 哎呀立刻又復出什麼 那 那 從此 陸西派 就消失在人間喔 那你們會不會判得更重 你還要比地檢署還要更重 憲哥告訴他 如果我是以這樣的言行 在藝人界裡面 不管是誰 我都覺得他不應該在藝人界裡面 但是我還是他爸爸 我還是他爸爸 各位 現在他要上那舞台 我也不會去 我現在沒有資格上台 因為不能上台的是憲哥 必須要到現場支持的 是我爸 是陸西派的爸爸 來 唱一首歌給大家聽 你幫我伴奏 沒有你的日子 我會想你 黑夜暗影時候 我會想你 我無法抗拒你 給的點點滴滴 該怎樣把你 從其中抹去 好啦 怎麼樣 我也絕對有音感 你彈一下那個 那一天那一首那個 那一天那一首那個 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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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